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踏入海滩道 一定会注意到这里常年不止的进风 以及扎堆在半山腰 与周围的青石融为一体的石措房 说起福建省的传统民居 大家一定会想到那规模宏大 犹如天井一般的客家土楼 可真正在福建分布广泛的 还是要数这些无处不在的措 措字来源于闽南语 代表着人们居住的房屋 你要是想回家的话 可以说是归措 前面若加上房屋主人的姓氏 可以专门指某户人家 比如林措 陈措等等 在我想东南沿海闽台文化的 这二十余集里 依次提到了台湾随处可见的透天措 莆田以南特有的景观红砖措 再一个特殊的民宅形式 就是海滩岛上的石措房 相比前面提到的两个措 石措房可谓是 平滩海边民宅的特有性质 这种像碉堡一样的房屋 建得规矩方正 朴实无华 作为建房的原料 硕大的花岗岩石砖 难免会显得笨重 且不利于造型 但在岛上的渔民眼里 家就是一个能够遮风挡雨 皆是牢固且不容易腐蚀的庇护所 内陆的损某木质结构 以及金雕细琢的飞檐翘角 放在这里就是不实用的奢侈品 海风中的盐水 很快就叫木柴腐蚀暴裂 精细的工艺也被封杀 磨损得没有了样子 因此导致平滩岛上的石砖房 像极了史前时期的产物 传承千载的建筑文化 在这里败下了阵来 为了防止进风 将房上的瓦片吹走 人们采用了最简单粗暴的办法 在每一张瓦片的上面 都垫上了一块大石头 这样就不用担心 它们被风吹走了 从这一处细节就可以推断出 平滩岛上的强风是多么的可怕 关于福建的岛屿 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它们用富贵平贱四个字 分别来形容厦门 金门 平滩和东山四大岛屿 平滩作为福建第一大岛屿 被冠于平的称号 就与这里日月不绝的大风有关 在福建的西贺史中 海滩岛上单单叫着难以站立的 八级以上大风 就有85天之多 在平滩海峡一带 刮着六级以上的大风的日子 更是超过了309天 叫海岛上裸露在外的花岗岩 被风和沙粒 石刻出当地人称之为 石排阳的海石柱 各种石蛋糕礁 以及球状风化的石景 在盛行风的作用下 来自北边满江出海口的泥沙 在各岛屿间堆积 发育出连岛的沙土平原 最为知名的 就是这条外形像伸出橡鼻子一般的 平潭橡鼻湾 相比于分布在平潭东侧海湾的 三片海滨浴场 橡鼻湾罕见地从岛屿的西侧 延伸出来 橡鼻湾的沙滩 每每到了涨潮时 才会变得愈发壮观 湾内的朽木林被潮水淹没 使得这里形成了一条细长的海路 仿佛是摩西施法 将大海分开 专门开辟出一条路 叫你走一样 这种景观的学名叫做冲击沙坝 是由大量海水携带的泥沙 在港湾处失去了动能堆积而成 若是这样的沙滩 将岛屿与陆地连接在了一起 我们就叫它沙嘴 是不是非常的有趣呢 在这条沙坝上 我们可以看到 带动海滩岛运转的 两条重要的经济命脉 平潭海峡大桥 以及连接着铁路线的平潭首个货运港口 金井港区 这样平潭的南北就由公铁两路 串成了一条经济带 南边的高速公路桥 平潭海峡大桥与金井港区一道 源源不绝地向岛内腹地输送的营养 随着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建立 曾经的平潭县城区 已经弱化成了平潭的次中心 身边的新城成了平潭的枢纽 助推在这里逐步摆脱县城的角色 朝着全新的综合实验区的模式发展 很多人不是太了解这个综合实验区的定义 我可以给你们这样解释 平潭综合实验区是一个正厅级的单位 由福建省直接管辖 这里向极了我在第24集中介绍的 杨陵农业高清技术产业示范区 我下一集即将讲到的平潭县 是隶属于平潭综合实验区的 虽然县城与实验区 同属于福州市的范围内 可这里和福州几乎是平级的 拿市长的等级来说 平潭综合实验区属于正厅级 福州市虽然是省会城市 可市长同样也是正厅级 在南部不远的厦门经济特区 才是特殊的副省级城市 如果把平潭看作成一个县 则可以将这里的等级 划分为县处级 正厅级则已经到了地级市 或者是普通省会的地位 由此可见 平潭的这个综合实验区 远远超出了它名字中 体现给大家的这个含义 要问平潭实现如此 剧烈级别跳跃的原因 大家都认为是与其近台的优势有关 平台是距离台湾最近的一座岛屿 从这里抵达台湾的新竹县 仅有135公里的距离 而且这条海峡通路的水深也非常的浅 平均水深在50到60米左右 在我讲第115集新竹的时候 提到了那里也是一座封城 上午还在平潭 东来兰气弥漫 下午就已经到达新竹 体验着从上而下的九向风 这种两地默契的欢迎方式 实在是较令向往 目前这座全长16.34公里 于2013年次之147亿 4万工人一起耗费7年而建成的 中国首座跨海工铁两用桥 平潭海峡工铁大桥 福州至平潭段 已经于2020年12月26日正式通车 这座大桥的开通 不仅将沿海大通道的闭环 扩充进了海滩岛内 而且意味着海峡两岸的距离 又近了一步 统一的大趋势变得愈发不可阻挡 节目的最后 我来介绍一下平潭的特色美食 石来运转以及八枕炒糕 石来运转的形状 类似于年糕团子 它的外形晶莹剔透 是由地瓜粉以及藕粉调制而成 内馅一般都包有紫菜 萝卜 包菜 猪肉 虾 海地等材料 用粉皮 将这些馅料包好后蒸熟即可 石来运转这个美食 在平潭岛上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了 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 家家户户都会包这个以图个吉项 味道还不赖哦 八枕炒糕同样也是平潭知名的本土小吃 它与石来运转准备的食材比较像 不过它的烹饪方式为炒制 这里说的八枕 是由海鲜 干果 蔬菜 以及筋肉调制而成 不多不少刚好八种材料 将翻炒好的配料 加入地瓜粉 再次进行炒制 水分靠干 香飘丝一时就可以出锅了 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听过这些菜吧 到了平潭 一定不要忘了尝试一下 好了 平潭综合实验区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下一节节目 我带大家走进平潭线的城区看一看 了解一下城区的风情 以及当地人的生活方式 顺道 再回顾一下平潭的历史 想要了解中国更多县市的朋友 请在弹出的按钮处点一下关注 就可以收到平台给大家推送的更新内容啦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哦